衛生紙趕緊擋住滾落的淚珠 藝人莉亞萍 除了心疼女兒 余苑琦 癌症惡化 丈夫余天 二十五號小中風住院 又是一劑重疾 李亞萍親曝余天 兩三天前身體就有怪怪麻麻的感覺 不過三到五個小時後又恢復正常 但二十五號發現不僅抓東西 抓不到 甚至右眼還一度看不見 手腳發麻 視力模糊 口齒不清是小中風前兆 被余祥全跟李亞萍勸就醫發現 余天脖子後面血管有兩根堵塞 腦部也有血塊 目前服用凝血藥 住院觀察 夏天是內外溫差大 若水分補充不夠 血液變濃稠 就容易有阻塞型中風 其實也是憂心他的小孩 瑜伽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李亞萍前幾天也在家裡疊傷 左手瑜青 至今也還沒好 余天臉書報平安 目前觀察休養中 但一顆心仍因女兒病情 懸在半空 3新聞新聞小李安保 SNG小組 台北報導